很多人在买车,尤其是二手车的时候,一般上都会交给车行去处理嘛 那对买车的程序和应该得到的文件都没有真正去搞清楚 那如果你没搞清楚的话,可能就会因此而上当受骗了 话说有一个男子上个月就在上班的途中被警方拦截 原因是他车子的路税已经过期一年了 警方更怀疑他这车子是偷回来的 警方之后就把市主带回警局才发现原来贴着的这个路税的贴纸竟然还是假的 而车主就是毫不知情啊 那这辆车子是男子在今年的6月份向朴总一家二手车行买的 市主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当初在购买这辆二手车时 所有PUSPACOM验车程序和银行贷款等文件的手续 通通都是交由车行来处理 而且由于车上的路税贴纸写着今年11月才到期 所以市主从来没有发现原来路税的贴纸是伪造的 而在警方拦截的那一刻 由于车行的销售员没有接电话 因此警方只好把他带回警局 那我打给车行,车行也是没有接电话 就扣留他,把他扣上手扣,叫他偷车 带回这个IPT身上警局 警方向车行求证之后 才得知伪造的路税贴纸是由车行发出的 而车行的解释是 因为市主当时候有两张没有缴清的罚单 所以他们才会伪造一张路税贴纸 好让市主可以尽快出车 而记者会现场,他们更是直接打电话 给负责接洽的销售员 而销售员